那个各位观众哈这个晚上好哈 这个呢咱们说呢今天的题目呢就像我现在我这个打出来的这个题目 就是油管的主播呢这个主老板呢 现在呢终于呢撕下了他的这个伪装啊 终于开始呢就是大肆的宣传呢侮辱呢仇恨呢我们在海外的华人了 大家也知道呢 在美国的这几天呢已经发授了连连续呢八到十起的这种就是专门针对华裔华人的这种就是说仇华的这种伤害事件 对吧大家呢可能也都是看到了或者在微信中呢也搜索到了 其中呢有一体事件呢就是在法拉圣发生的这种仇华的这种言论啊 今天呢这个呢也有一个了结了 就是说法拉圣贫传的这个仇众的涂鸦呢 这个嫌疑犯现在已经被逮住了 现在已经被逮住了 这个人呢是也是一个亚裔 所以大家看得到真正仇恨中国人的其实就是亚裔本身 那今天为什么要说到这个这个主老板呢 就是这样子 主老板呢现在呢已经呢把他的这个真面目露出来了 他呢其实呢就是仇恨 生活在国外的这些可能混得比他强的就是这个华裔 只要这些人比他强或者比他好呢 他呢都仇恨这些人 我呢跟他呢也不认识 前几天呢就是因为呢郑国成这个事情呢 我看不惯他呢就是说这种阴阳怪气的嘲讽郑国成 所以呢跟他理论了几句 他呢非常蛮横的说呢要跟我昨天连麦 我说呢这个你主老板你态度不对 你态度野蛮 你对待别人的说话方式呢 非常的这种让人受不了 我说我不愿意和你去连麦 因为呢我说呢你就是带着仇恨的情绪 我不愿意跟着带这种仇恨情绪的人 或者这种吧这种负面情人呢 去就是说什么谈话呀什么的 大家其实都明白对不对 你永远和一个就是说实在人或者说聪明人呢 你打一架 你也绝对不会和这种有仇恨情绪的人呢 尤其是仇华情绪的人呢 你呢说一分钟话 为什么呢没有必要没有价值 对吧 我也不是没有跟别的up主连过卖 我们也连过 而且呢效果都很好 因为我们是在讨论道理 我们呢是在讲这个中国美好的一面 但我们看一看就是说这个主老板现在在干什么呢 这个主老板呢一方面说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 而他现在最可怕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告诉呢鼓动很多人告诉说 以后谁去纽约碰到叫就是我的名字的这个当地导游 帮我催他一口浓潭哈 我跟你们说 这个是这个人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我跟你讲已经就不是说他的言论有问题 思想有问题了 是这个人已经就是说无可救药了 可以说 你 第一个大家知道 你要对我有意见的话 你可以来啊 你可以来 你说你朝我土台什么的 你看他自己不来 他让你们来 这是多么精致的这种阴险毒辣 因为你们知道咱们纽约 如果你们有人对我这样做 我马上可以报警 我马上可以报警 而且我们的博物馆里面也有保安 也有警察 所以说呢 你看他主老板自己不出来 他让你们去 哎 可是你们真的说 你说你吐了我一口痰 我也不怕呀 对不对 我昨天晚上我那个视频也说了 我说呢 你要是过来吐了痰 我也不怕 我拿个小盆给你接着 因为说到这块呢 我说呢 咱们呢 中国游客呢 其实很好 而且呢 现在呢 由于收入增加的 去到世界各地哪呢 都有 游览的都有 包括来我们纽约的也有 但是我说呢 咱们有些呢 咱们这个客人呢 真的要注意一下 包括这个随地吐痰 还有一个乱扔烟头的这两项呢 确实呢 就是说咱们都应该注意 而且呢 大家听我说呢 你在国内你朝一个人吐痰的话 人家就觉得你这个人很粗鲁 很无聊 对不对 什么人才朝人家身上吐痰呢 除了这个人是有病 对不对 一般人呢 人家不会这样子 对吧 或者说咱们说 什么东西才朝人吐痰呢 一个是驴 对吧 一个那个动物叫羊驼 就这两种东西才朝别人身上吐痰 而你看主老板呢 把你们当成什么了 把你们当成他用的驴 把你们当成他用的羊驼 把你们当枪使 他躲在后面哈哈笑 这就是这个主老板的真正面目 他自己知道 他要在纽约 在美国 他干了这件事情 我就可以去告他 警察也可以抓他 所以他躲在后面 他让你们去干 这个主老板阴险到什么地步 大家也看到了吧 他来美国 他呢进修过 他培训过 他对美国的法律是很熟的 所以说他不敢干这个事 但是呢 你看呢 他就鼓动你们呢 去进行的这种仇恨海外华人的事件 我也是海外华人的一份子 所以现在主老板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呢 终于露出了他的面部 啊 就是我刚才说 看到法拉盛呢 出了这种 说这种仇恨就是华裔的涂鸦 谁也没有想到 干这个事情呢 实际上还就是压抑本身 所以呢 主老板呢 也把自己暴露了 他就是一个躲在中国 仇恨海外华人 仇恨比他强的人 仇恨呢 粉丝比他多的人 仇恨呢 比他混的好的人 只要是这些人呢 就是比他好 他要么呢 就是阴阳怪气的去损人家 或者比如像郑国成呢 人家呢 可能是出了点小问题 他呢 就抓住这个辫子 不放的这么一个人 包括呢 你看他也不是光攻击我 你包括他攻击那个磊哥 他也攻击 只要是他看不惯 他都攻击 所以说呢 大家应该意识到 仇恨不一定是说 只有就是说外族人来仇恨 中国人也仇恨 尤其是呢 那些呢 咱们中国有句话叫什么呢 喜人无 恨人有的主 比如说朱老板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看他现在呢 终于把面具扯下来 跳到了这个反华 仇华 仇中 恨海外华人的第一线了 而且呢 还要发动这种义和团 和文化大革命 号召呢 就是说他的粉丝也好 或者他的观众也好 跑到纽约去袭击当地的导游 去侮辱当地的导游 其实大家不想一想吗 你侮辱的 你吐人家一口痰 或者吐我一口痰 侮辱的是自己 是吐痰的那个人 人家说这个人这么粗鲁 朝人家去吐痰 对不对 你能侮辱到人家的当地人 人家本身了吗 人家很高雅的 包括我也是很高雅 我从来不怎么和人吵架 你吐我一身痰 也没有关系 我希望呢 你这个农坛呢 不要吐在我们的博物馆里面 也不要吐在我们的纽约市 因为这样子叫做不文明 而现在呢 有一个大博主叫朱老板 他就鼓励中国人呢 去跑到我们的纽约市 跑到外国呢 去做这种不文明的事 去呢 丢中国人的脸 他呢 还呢 极力的鼓吹这件事情 那么他这个人 是什么样的品质 是什么样的面目 我相信呢 大家都应该看得出来了 那对于朱老板这个人 大家是应该什么态度 大家应该明白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 为什么我说 我不跟他连麦了吧 他等着吐我一口吐吗呢 对不对 我相信大家都是聪明人 视频呢 就录到这儿 谢谢大家